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胜 卓生从出道至今一直无法让人定义他在乐坛的地位 方文山亲自为他写词两首打造中国风音乐 并且综艺不断,音乐更是丝毫没有落下 最近周深发布了一首新歌《微光海洋》 风格与以前有一些不同,美的一面固然有 但是从中更多体会到的是他举重若倾的唱功 其实这首《微光海洋》在另外一个层面表现的是 他如今在乐坛中的地位 据悉《微光海洋》是周深为手游王者荣耀打造的歌曲 而在周深之前,被邀请的明星友肖敬腾 韩红等老牌歌手 他们亲自打造的《白礼首约》《遇见飞天》更是大火 如今周深的《微光海洋》丝毫没有落下 不管是收听率还是听众喜爱度 丝毫不逊色于两位歌坛前辈 并且能够参与其中打造 证明肖战在乐坛中的地位已经很高了 并且周深这首《微光海洋》 是为孙策大乔两位情侣英雄打造的歌曲 这在之前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说周深是开创者 更是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曲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那就是这首《微光海洋》 在短时间内的翻唱量 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数据 在发布至今短短的时间之内 竟然受到了这么多人的热爱 这是让人意想不到的 甚至可以说在歌坛新单曲发布之后 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翻唱数据 而且在小编对小学生的一番抽样调查之下发现 大部分小学生都非常喜欢周深带来的这一首《微光海洋》 为何要单独调查小学生的好感度呢 因为小学生对于游戏和音乐 都是抱着一颗纯粹的心 对音乐有一种纯粹的心非常重要 他们不夹杂着任何人物感情的因素 只是单纯听歌 这种喜欢很真实 也许喜欢这首歌的人不一定会喜欢周深 但是歌手是做音乐的 他的作品能够被认同 这就已经足够了 其实周深在《微光海洋》中 准备的时间并不算长 如今他的生活很是忙碌 让人欣赏也让人心疼 他一直都没有忘记初心的拼搏 这种积极向上努力的心态 也是如今他能够走到现在这个地位的主要因素 其实周深的经历也是非常的坎坷的 从当初《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烙显的他 在前辈高小松的扶持之下 一步一步的走到如今 这种发展速度无疑是让人惊叹的 他仿佛是一个没有挖掘完的宝藏 总是能够带给人惊喜和惊讶 天赋对于歌手来说固然重要 但是努力却是他成长的必要因素 也不知你对这么努力的周深是怎样的看法呢 感到惊喜的是 近期周深在《明日之子》的现场 为大家献唱了RAP 《星际力车》是热带低压乐队的原创歌曲 由徐阳 赵珂 彭彭为名作曲 乐队 其语 编曲 就像是周深说的 这首歌就像是他们这个年纪写出来的歌 写的是对父母的感恩 却一直都好像在告别什么东西 小编很认同周深的话 这个年纪的少年是懵懂无知的 却自以为是已经很成熟 对父母对于我们的付出总是视而不见 也或者是无理取闹 从来没有真正的去认真反思 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 《热带低压乐队》这首歌呢 是在表示对自己以前行为的惭愧 和对父母的感恩 我想周深口中所说的 告别 或许呢就是他们告别了过去那个无理取闹的少年 重新出发 向着真正成熟的懂得体谅父母的自己走去 在舞台上呢 这支乐队无疑是最耀眼的存在 因为他们有国际著名钢琴家朗朗的伴奏 有着乐界公认声音最美的周深 为其助威 同时朗朗和周深作为前辈 在台上对于晚辈的爱护更是显而易见 总是独奏的朗朗呢 甘心将最耀眼的灯光留给了演唱的歌手 自己在角落为其倾心弹唱 善于抒情的周深 在这次的演唱会中 尽量的将唱主歌的机会留给了乐队 自己呢充当是和声为其作称 甚至为了给他 是rap 热带低压乐队的表现呢 很精彩 但我认为最精彩的还是 受到此次尝试rap的周深 周深以前所唱的歌曲 绝大部分都是慢歌 唯一一首快歌就是在去年的 我是歌手舞台演奏的达拉崩巴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唱过rap 虽然在这次的舞台之上 他只唱了几句 为我才承受风格比达 原来现在的我才破开密码 但是呢 一个成熟的rapper的感觉显而易见了 这期望他可以跨一下界 去参加隔壁最近很火的中国新说唱 顶替那个瓢仔饭 整场演唱啊 朗朗看周深的演唱 目光呢就是这样子 弹得好好的 就满脸骄傲的看一眼我们的周深 看来啊周深唱的已经是打动朗朗了 演出完毕之后呢 朗朗还在其社交平台之下评论 被你的一本正解给感动到了 我们最棒的深深 期待下次的合作啊 一个钢琴大师 一个音乐小王子 如此经验 如果合作第二季不会操作什么火花呢 生命和朗朗啊 是一样的期待你们的下一次的合作哟 通过青春环游记第二季 我们全方位的立体化 重新认识了一下周深 原本只知道他是个超级棒的歌手 嗓音唱功都很一流 可是看了节目之后 你会发现周深是如此的有才华 如此的搞笑 以及如此的爱粉丝 这季《青春环游记》周深真的来对了 因为里面很多游戏都是似乎为了他量胜而定做的 无论是猜歌词还是唱歌曲名 都是周深很战争的 和杨迪的PK也让人看得大呼过瘾啊 看图猜明星的名字呢 也帮助了周深吸引到了不少人 这场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被外界看好 因为呢 无论是导演还是嘉宾 一或者是节目内容 都和王牌对王牌很像 甚至可以说是抄袭了 可是随着节目的深入 我们才意识到原来决定节目效果的不是内容 而是嘉宾啊 五位固定嘉宾实在是太好玩了 尤其是周深和范晨晨 一点偶像包袱的 各种的素颜 各种的COS 各种的兔子黑 他们一点都不建议 相反呢 都配合得很默契 重点来咯 在本期《青春环游记》中 老眼无童开始使坏了 完结了东问西答的游戏 所谓的东问西答呢 就是我问东 你回答西 要反着来 其中有一个问题 看车是无解的 那就是你想对某某某说什么 因为无论你说什么 都是错误的 问题一 刚才打杨迪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啊 周深回答 你看这道菜 取你不脆 问题 你害怕的时候怎么办 周深回答 杨迪啊 你今天吃的那个酸奶好不好吃啊 问题三 你最想对你的粉丝说什么 周深回答 谢谢你们 就这样 周深躲过了前两个问题 却躲不过第三个问题 但是一句谢谢你们 是下意识说出来的 就会看出了周深和粉丝之间的感情 所以呢这场东问西达的比赛 看上去 但是 可是其实呢 他才是最大的赢家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啊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